嗨,大家好,歡迎來到肥爸爸煮飯 爸爸,我們今天做什麼吃? 今天是含耳蒸肉餅 講一下材料,材料很簡單 當然有含耳,梅香含耳 半肥瘦枝腩 薑四片,少許胡椒粉 少許油,就是這麼簡單 開始了 現在我們先把豬肉切好 切豬肉當然是小切粗斬 意思是切得很小 斬就隨便,就這樣一下 肉汁就保留在這裡 吃的就有口感 現在蓋了肉 可以蒸熟的蓋子 就是這樣,生起肉 昨天就是這樣,生起肉 切了肉 那這些溫馨提示,怎樣切法呢? 嗯,好像蓋魚露一樣 中間這樣,蓋兩邊 如果蓋子很難起,就可以煎熟了 很容易 冷一點就這樣生起 那碎骨呢? 你切水就不覺得有骨 這樣就切了一條骨 這裡是耳骨,不是很乾淨 OK的 再切成小粒 連骨也切水 我記得以前小時候 很不喜歡吃肥豬肉 但是爸爸做了這碟菜 我第一次分開了肥豬肉和瘦肉 我吃了幾口,又覺得挺好吃 所以最後我喜歡肥豬肉 如果你有腌尖的小朋友 你也可以嘗試做這碟菜 想起來也覺得很回味 這樣就很小粒 放在一起拌勻 放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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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放在一起 蒸上 十分鐘左右 煎了十分鐘 熟了 現在煎熟了 煎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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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味道 很香 肉汁很清甜 一流的菜 多謝大家看 記得Like和Subscribe 我們下星期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